以前我们想要用公积金贷款的话呢 有额度的限制 那么我们就要多准备首付 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 现在公积金最高的额度能够提到100万 这是呢整个今年下半年楼市旧市的开始 那今年下半年呢 多地又发布了楼市的新政 针对这个楼市又开启了下半年的拯救计划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今年下半年有一些城市都出现了哪些旧市的行为 比如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呢 提至100万 还有呢老年人购房 我们的首付呢能够低到35% 还有一些城市呢中心城区购房的话 新房每平方能够补贴最高200块钱每平方 你发没发现 跟上半年楼市的旧市计划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总之还在不断的加大力度 那有些人问了 下半年楼市就是开始了 房价还会涨吗 我们今天呢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半年发布了哪些这个楼市的一些新政策 比如说我们的首付可以低至呢 百分之二十 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可以低至百分之十 还有呢就是放开了落户的限制 以及放开了限购限售限贷的政策 那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买房子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呢你不符合条件你只能买一套房子 当你买完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第三套房子呢可能遥遥无期 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是在上半年连续好几次 降低了我们贷款的利率 这对我们购房者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按正常情况来讲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讲 一旦呢楼市出现了旧市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购房的积极性就上来了 楼市呢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 或者说出现胆钻性的这个交易量上升 但是从整体上半年购房的交易量来看呢 那实际上呢这个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所以在下半年又开启了楼市的救市政策 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半年就是呢 没有达到我们市场的预期 其实呢没有达到这个预期也很正常 为什么 虽然我们各个城市都在发布一些楼市的新政 当然就是鼓励大家卖房子 但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大招 以往出现了现在没有出现了 它保持了楼市的平稳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没有进行货币大放水 08年遇到了金融危机以后 紧接着来了一个12万亿刺激楼市的计划 也就是说呢相当于大量的放贷 鼓励人们买房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年所有的政策呢是降低利率啊 包括降低首付 但是没有进行货币大放水 没有进行货币大放水的时候呢 就不会进一步的刺激楼市 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楼市虽然稳定了 但是房价仍然很高 如果再进行货币大放水的话 那正常这个楼市就会变得更加激行 这和我们提出的房住不炒是相违背的 那为什么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信心不足 到了下半年又出现了这么多好政策 人们买房的欲望还是不高呢 一切的一切都要从2017年开始说起 2016年的年底提出了房住不炒 但同时也是涨价去库存的时代 那也就是说当时大量的钱 全部流入到房地产当中 一二线城市限购 三四线城市呢 城市化率加快 而且大开发商开始入住三四线城市 这样一搞的话 全国所有城市的均价都提高 到了2021年达到了顶峰 直接达到了万元均价的水平 那2017年和2018年 这两年有几类群体是非常疯狂的 第一类就是炒房客 因为当时的房价一天一个变化 过去20年很多人炒房赚了钱 那现在更一样 而且2017年和2018年房价的涨幅 是过去十多年都没有见到的 那么当时炒房客是疯狂的敛财 还有呢 就是开发商也在赌 开发商在赌什么呢 他在赌 未来的房价仍然会更高 从来呢 不重视自己的债务 所以那段时间 开发商也在不断的拿地 不断的借钱 反正有老百姓购房款 作为支撑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全民炒房 当时房价一天一个变化 很多刚需或者没有买房子的 或者想要置换的 当时呢 害怕房子再涨价 于是在2017年到2018年 这两年可以说都在挑选自己的房子 导致到呢 房产市场的交易量急剧上升 那么房价呢 就疯狂的上涨了 但是到了2021年 房价达到顶峰以后 迅速开始回落 这一切呢 离不开房住不炒的功劳 房住不炒呢 针对不同的群体提出了不同的这个限制 第一对于炒房客 哎 有购房的限制 你买了房子以后 不一定你现在能够马上卖出去 结果呢 套牢了很大一批炒房客 市场上的房子流通 变得相对来说少了 第二步呢 就是对于恶意炒房 恶意购房的老百姓出现了二手房官方指导价 那么把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给你限制住了 那自然房子的利润价值就降低了 那也熄灭了房产的交易量 还有第三点 就是针对开发商出现了三道红线和对银行的两道红线 因为开发商和银行就是捆绑的 三道红线一出 开发商慌了 因为呢 资不抵债了 所以想办法降低负债 停止拿地或者暂缓拿地 那这样一来呢 整个房地产的热度就慢慢的下去了 房产的交易量就少了 那在中间呢 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问题 就是从2019年开始 我们遇到的疫情问题 这几年呢 疫情反反复复的发生 导致到我们整体的收入减少 经济呢 受到影响 还有呢 这个疫情呢 是全世界流行的 我们控制的很好 但是呢 国外很多地方已经选择了不控制 那当然呢 影响到各行各业的生产 以及效率问题 所以老百姓的收入减少了 企业的效益下降了 那很多人呢 首先就会考虑生存问题 然后呢 再去买房 买房的计划呢 就被暂缓了 那说到最后呢 很多人说 未来这个房价还会涨吗 有这么多的楼市新振灾刺激 如果现在不买的话 未来房价涨了 怎么办 我又多花钱了 其实呢 这个大可不必担心 未来的房价不会出现大涨 也不会出现大跌 因为这是房住不炒决定的 我不知道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今年上半年 楼市出现的一些情况 第一点呢 就是居民的存款变多了 很多人呢 不愿意消费了 把钱存起来 以备不失之需 第二点 关于房地产的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还有开发商拿地 全部在减少 这在以往呢 这三个指标不可能同时降低 同时降低 就说明 不管是老百姓买房 还是开发商 降负负债拿地 都变得十分的理性 还有一点呢 就上半年楼市不温不火 是因为老百姓之前被套牢了 我们刚才呢 也提到2017年到2018年 这个房价上涨 很多人在当时是被迫上车的 做了炮灰 但是现在呢 仍然被套牢 没有多余的钱去买呢 更多的房子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今年上半年 发生的难尾楼停贷事件 说白了 老百姓呢 不顾自己的信用问题 也要停止还贷款 已经寒心了 因为难尾楼 是已经触碰到 我们老百姓的底线了 那么所以 现在楼市呢 不温不火 下半年出来了这么多政策 我觉得明年的市场怎么样 明年的市场啊 还是房价两极分化 大城市人多 可能房价还是会缓慢上涨 但是呢 一些三四线城市 房价还是会降到 以前的水平 那么现在更重要的 是不是房价问题 而是呢 在今后的房产当中 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保交楼的问题 如果老百姓 买不到安全的房子 那为什么 我们还要买房子呢 第二点 预售制度很坑人 短期之内 可能不会消失 但是绝对会被提上议程 未来一定会消失 第三呢 就是我们的房地产税 讨论了这么多年 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全面的落地 因为呢 只有房地产税 全面的落地 才能够共同富裕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去年提到的 经济内循环 经济内循环的目的 是让经济再次活跃起来 最终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的兜里面 再次有钱 只有老百姓手里有了钱 有了余粮 心里不慌 他才会去做各种各样的消费 包括房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